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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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我記得最後上次在三重這裡交通的時候是講這個 好像以戲結束 就是兩年多前 因為兩年半前 我們整個家就簽到這個曼谷 在泰國服侍 這次也很難得的機會 再回到台灣來 感謝主 也有機會再回到這個三重這裡 聽說這邊有點交通 那今天剛剛兩位弟兄已經把這第四天都幫我們交通完了 那我想等一下我們就編解重點就好 那我們現在幫大家簡單的鳥看和複習 我比較聽過昨天那麼激情的晚上 有多少人來參加 哈利路亞無論結果如何 阿妹 感謝讚美族 我們還要對準這位基督 今天晚上來了兩百七十三 那真是大得勝 大得勝 感謝基督得勝 那關於這個生命讀經 這個結晉讀經 那我們來進入這個結晉讀經 有些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我們在讀經上有四重的操練 四重的操練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一定要去了解這段落思路 就是整個生命記 三十四張聖經 這三十四張聖經 它是分成幾個大段 還有它的思路結構是什麼 這是我們第一要操練 那第二就是你要 雖然我們是結晉讀經 但是結晉的 它的那個結晉 一定要有東西讓它結 對不對 所以關鍵就是 我們一定要進入聖經的本文 也就是你要了解各章的事實 各章的事實 好 那第三呢 就是關於這個主會父 他不光是結晉而已 他更是把我們帶到主觀的經歷 對不對 還有趙薇生物的事共體 我們如何來應用 對不對 包括如何應用 這一個石頭是鐵啊 對不對 三類可以花銅啊 是不是 為什麼 剛才講說 在聖經裡面講到那個銅跟青銅 二者是交互使用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好了 我們簡單講 說銅就是指的銅說的 銅礦 但是青銅就是被煉過的銅 被火燒過的銅 所以為什麼要說青銅系 你懂意思嗎 主為什麼他夠資格 成為審判的主 因為他自己就受過審判 他不只是一個 對不對 銅礦而已 他更是被煉過的銅 阿們 感謝主 所以他就更資格 阿們 他的腳是在火中斷念過銘樣的頭 阿們 好 那這是真理的應用 第四 我們要讀什麼 神的經驗 神的經驗 也就是說 當我們來說到這個摩西五經 對 摩西啊 作為一個神的仆人 他講的這個摩西五經 到底跟神的經驗有什麼 阿們 好 那我們現在 就幫我來交通 關於啊 讀段落思路 段落思路 這三十四章聖經 有沒有 會分成幾個大段 好 我們會編譯 好 第一 一到四章 一到四章 往日歷史的追溯 有沒有 他是一個追溯往事 對不對 也就是以色列人 他們啊 怎麼失敗 是不是 或是神如何帶領他們 出埃及過紅海 對不對 上到高山得到啟示 好 然後呢 在曠野中 如果養育他們 然後呢 他們又經過了民宿紀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們經過了幾次的失敗 好 剛才提到 因為他們不信的惡心 是不是 因為他們在帳篷裡面 對不對 在那裡發怨言 是不是 再來幾乎議論 好 你在史上所講的 到後來就爆發出來了 就成為啊 這個明顯的被害 好 那再來呢 還有一個老衰 好 那第二段 五章到二十六章 借命律例的重生 Amen 好了 快說 整個生命紀最大的部分 從第五章到二十六章 就是 把神的借命 十戒 還有呢 所包含的律例典章 再說一遍 Amen Amen 這再說一遍 其實就是一個訓練 Amen 你看 二十二章的聖經 對於這些新生靈來 有一個重新的訓練 Amen Amen 好 那第三段 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 剛才聽我們講到 就是說 他們在以巴魯山那裡 就要立個杯 是不是 然後呢 要把這些啊 都寫在那個杯上 還有竹壇 還有獻祭 Amen 這是什麼 美帝行事的警告 Amen 好了 換說 等到你進去以後 你要小心 有些事情不能做 Amen Amen 我們要在大地的日子 得以長久 Amen 你就要 要避免一些事情 好 那第四大段 那 縱明神前的立約 Amen 好了 你不光聽到 聽完以後呢 你不要說你沒聽到喔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來立約 立約 立約 免得下次你反悔 我不知道 我沒聽到 Amen 我沒聽過 立約 Amen Amen 那第五呢 就是摩西臨終的勸解 勸解 從三七到三四 包含什麼呢 三十二章的作歌 為什麼作歌 因為成為詩歌 就能夠傳唱 Amen 是不是 就能夠 世世代代的 永遠的在那裡去念 好 三十二章 講到 三十三章講到祝福 祝福 好 然後呢 摩西的祝福 還有三十章就講到 摩西的繼承人 約束亞 如何招惹摩西 招約束亞來 然後給他 在那裡 要他鋼腸 Amen 帶領以色列人 進入那美帝 Amen 好 那 那這個 這個五個段落 其實他的思路也很容易記 好 往日歷史追溯是過往 想過去 Amen 建密律法的重生是什麼 現在 就是對 現在 新生一代 再次的訓練 Amen 美帝其次的警告 預告 將來的 Amen Amen 你這樣可以翻嗎 過往的 現在的 將來的 Amen 是不是 好了 那第四大段 眾名神前的預約 就是鄭重 Amen Amen 立約嘛 是不是鄭重啊 Amen Amen 好了 那最後摩西臨終的勸見 是疑命 疑命 因為 摩西在這裡 將生死或福 對不對 Amen 都沉溺在他面前 Amen Amen 當他死以後 這些話都應焉 都應焉 甚至他還預言 他有一天他們會被秘 至於他的預言 他們會被秘 Amen 自從呢 誰還要預言 誰有一天要再把他們 帶回到美帝來 Amen 哇 你很難想像啊 再講 這生紀三十章 我先把 幾百年以後 發生的事情 全部說完了 Amen 而 而這些事情 都一一的應焉 Amen 好 我們來講 對手對手好不好 Amen 可以把這三四章 很簡單的 我們把他來看一遍 Amen 我可以把他來看這三四章 可以把他來看的 結果 你還能看這四章 就知道 你又要 對手 有個帕王兄姊妹 我們至少見於生命記的這三十四章 我們有個簡單的鳥看 剛才我們也在考試當中分享這段話 這段話是什麼呢 就是生命記的第一大段 我們一起來再讀一遍好不好 生命記是 是摩西五經包羅一切的結疑 舊約最大的使徒是摩西 阿妹 那新約最大的使徒是誰 阿妹 好了那我現在考試用 摩西五經寫了幾張聖經 保羅十字封書信寫了幾張聖經 大家有沒有算過 阿妹 寶羅十字封書信寫的剛好一百張 一百張你們可以去算一算嗎 一百 剛好一百張 那摩西呢 創世紀五張 創世紀四十張 立文記二十七張 對不對 民宿記三十六張 生命記三十四張 總共一百八十七張 阿妹 你說誰比較厲害 我跟你講 保羅很多的啟示 都從摩西來的 阿妹 包括我第一天星期講到那一個 關於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 來描繪啊這個基督 他如何 對不對 他已經從天上來到地上 你不需要上到天上去 把他理下來 你也必須要到海外那邊去 對不對 把他帶過來 你也不需要啊 好了意思是說 基督已經從天而降 攀成了肉體了 對不對 他也從此不活了 如今啊這個律法 就在你頭領 就在你心領 這個說出基督名成了 是生命的 今天就在我們的裡面 哇 你看摩西那時候就把這個 對不對 這位基督啊 那個精倫過程 完全就啟示出來了 保羅幫我們解開來了 好了 那就著摩西來說 這五卷書 其實呢 也是一個完整的精倫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創世紀 創世紀這五張聖經 他講什麼呢 有沒有 其實最主要就是跟我們看見 神是要得著 彰顯他形象的君王 為他掌管全地 有沒有 創世紀一章二十六節 那給我們看見 對不對 神是照著他形象來造人 對不對 要他們管理 海裡的魚 空空空鳥地上身處 而全地 對不對 好了 那當時造人了以後 但人墮落了 神就見得 亞當 亞伯 以諾斯 以諾 諾亞 亞伯拉罕 以上 雅各 最後 約瑟 對不對 雅各年老的時候 被稱為叫做 以色列 神的王子 然後約瑟 他是全然勝別 他的生命就像那個河捆一樣 對不對 樹立的河捆 就像那個發光的心 對不對 哎呀 他完全被跟他的弟兄們是完全是就別的 阿門 自從他成為啊 兄弟糧食的 說啊 供應者 對不對 成為啊 世人啊 這生命的這個供應者 阿門 感謝主 好了 換說 他自從做王掌權 在那裡掌管全地 弟兄姊妹 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 阿門 這也就是融馬書第一章 到第八章給我們看見 我們原本人是在神的定罪之下 但是藉著他 稱以我們 勝別我們 自從使我們成為神榮耀的後世 Amen Amen 感謝主 好了 但是神不光只要得到一個人 神更是要得到一個團體人 所以到了川崎季 給我們看見 不再是個人的歷史 哪個團體的歷史 有沒有 藉著川崎季給我們看見 神藉著四部 神大能的救恩 對不對 神曠野的共沛 還有呢 神那一個高山上的啟室 以及神居所的建造 好了 他說 神救我們這目的幹嘛 對不對 會不會神的曠野 揚昧我們的目的為甚麼 是不是 甚至神帶我們上高山 得到啟室的目的為甚麼 乃是要建造祂的家 Amen 神刷季25章那樣說 你要為我造一個聖所 使我可以住在祂們中間 Amen 神渴望與百姓同住 Amen 但是這個居所 必須是照著祂山上所啟示的樣子 Amen Amen 好了 那到了另一位祭 可不可以看見甚麼呢 因為六祭是很麻煩的 為甚麼麻煩 因為神住進來 你覺得神住進來是好事還壞事啊 你告訴我 神住進來是好事還壞事 好事 當然是好事嘛 但是我跟你講是麻煩事 你想想是不是 哇 如果說美國總統要來住到你家 對不對 那是很麻煩的事情 是不是 一定很好 一定很麻煩 哎呀 如果說啊 今天我們突然有個報導 哇 耶穌華神 降臨到三重會所 哇 我想我們這全台灣那些所有的那些粉絲 全部都給我們告別 是不是 耶穌華威 請問您犯什麼事 您跑過去擁抱他 我要給你照相 我要給你獻華 有沒有 瞬間秒殺 瞬間人間蒸發 你看是不是 所以 所以十九章來講說 我是聖人 所以你們也必須是聖人 你們不可以冒冒失失的 就進到我的會墓來 Amen 所以呢 神就藉著甚麼呢 說話 有沒有 他從帳目中 故障 對不對 那整個二期當聖經 給我們看見有五種的條例 有啊 祭物的條例 有啊 事奉的條例 有生活的條例 是不是 有節期的條例 甚至最後還有禍跟福的條例 對不對 好了 那這什麼五種的條例 再給訓練我們 成為一個聖別的聖明 Amen 你如何見著祭物 你如何見著祭司 也如何見著帳目 我們與他來往交通 Amen 又有民宿記 民宿記 對不對 好了 這民宿記 整個這三十六張聖經 可以說分成兩個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 就是一到十張 那講到他們 如何視為安寧 君榮壯盛 哇 那真是 真是 何等榮耀 但從第十一張一直到 後面就看到啊 滿了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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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然後還有 還毀罵摩西 然後那還有 不相信 是應許 是不是 然後呢 還有啊 大可拉大大大大 在那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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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背叛 是不是 好了 那現在說 整個民宿記 給我們看見 神是要來數點 不為他見證 討通他得勝正戰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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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宿記一開始的時候 就講到說 你要數點 對不對 二十歲以上 難低 是不是 能出去打仗的 然後呢 要按著什麼呢 各家族 軍隊數點 軍隊數點 我覺得啊 我們中文啊 這個民宿記啊 有點翻得不太好 衛基啊 為什麼翻得不太好呢 你知道這英文啊 它叫Numbers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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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數點嘛 對不對 它並沒有講說數什麼 是不是 在中文啊 有點啊 過了 它叫做民宿記 但是啊 聖經的告訴你們啊 它是按著軍隊數點 所以最好改的 叫做軍宿記 因為 因為六十萬三千五百五十位 不是 戶口普查的數字啊 用你的口口嗎 不是啊 全民戶口普查 人口調查 不是 是什麼 是軍隊 是軍隊 阿門 阿門 好了 但是我們也知道 軍隊跟軍隊是不一樣的 有種叫做菜兩兵 死老百姓 我們當過兵 我就知道 一進去啊 哇 換了軍服了 哇 剃了光頭了 綁了S腰帶了 對不對 哇 就覺得很了不起啊 一出操以後 太熱了 哇 沒有自由 沒有人權 班長就抱怨了 弟兄姊妹 這個軍隊啊 要經過操練 阿門 要經過許多的失敗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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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終卡通 還那麼所謂海豹部隊 阿門 請問兄姊妹 你現在是小白 還是海豹部隊 好了兄姊妹 感謝主 神要得到軍隊 阿門 好了 那到了 生命記告訴我們什麼呢 阿門 生命記 就是共產界 舊的一代 過去了 失敗了 倒閉礦炎 是不是 好了 神要 重新訓練 他新生的一代 阿門 因為這新的一代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要 但是這些 新生的一代 夠不夠資格啊 是不是 他們能默在那個地的日子 日子長久 有沒有 摩西阿 他自己是渴望進去 他甚至央求 又還能帶他進去 讓他進去 但在洛杉磯說 洛杉磯說 罷了罷了 我只讓你到山上去 對王爺就是 有沒有 你知道他那個心情啊 是不是 多麼盼望 這個新生的一代 阿門 阿門 能夠健康 阿門 能夠具有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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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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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聲明記憶它是摩西五金的包羅萬有的終結 世界力很糟糕 好 那我们现在很快的 我就帮大家简单做点这个偏题的这个 思路整理一下 但不一定完全呢 而且很多种分法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经过一种过程 好 那我们把这十二篇 好不好 我们很快速把它读完读过一遍 阿们 生命记忆的内在意义 一绝论到基督的思路 第二篇 公义 神别兴致 实在是神的实证管理 第三篇 那地的美好 其十五 第四篇 那地的美好 其广乎 第五篇 都值得承受定心之力 第六篇 在那地的生活和那地的结果 造为座为令 使得君主 兵作为神 神的活 第七篇 基督神 best- 自己所专心 第一篇 基督神 自己所专心 神 第八篇 基督神 祖父 所拓祖 阿们 好 第十一篇 在神经济上下 圣佛的福音 第十二篇 在神经济上下 圣佛的民主福 好 那这十二篇 这十二篇 你会发现这个篇题 其实看起来是蛮复杂的 蛮复杂的 那它也并不是太完全 照着这个圣经的那个次序 阿们 但它是最主要 它就是从这里面 找到一些真理的要点 来帮助我们 但是呢 我们还可以从其中 找到一些的规律 那这个规律呢 就帮助我们找到思路 帮助我们背记 好 虽然是十二篇 但是有四个很重要的词 第一 基督 基督 好 第一篇信息讲到生命记 它的内在异迹 就是论到这位基督 好 第七篇和第八篇 分别从两个角度 来给我们看见 基督 对不对 他是生严者 对不对 他也是那个受咒诅者 阿们 他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 好 这是讲到基督 好 再来呢 第二篇 讲到神的行政 神的行政 好 我们要知道 整个生命记 很强调的就是关于行政 阿们 好 那还有包括十一篇和十二篇 也是一组 可以看到 这都讲到神的行政 神的行政 正确的照会生活 还有宠宠的祝福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讲到地 地 讲到这个美地 有食物 还有矿物 对不对 还有这个地 是个应许之地 对不对 还有这个地 我们要在上面来生活 而这生活呢 会有两种的结果 就是产生神的电 还有产生神的尘 阿们 好 这是三四五六 三四五六 好 再来呢 讲什么呢 讲一 讲一 讲一的立场 一的立场 也讲到 我们要保守一 对 在一啊 我们要蒙保守 那保守呢 你要做两件事情 避免分裂 阿们 拒绝被盗 意思是一变好不好 避免分裂 拒绝被盗 这边信息偏铁长啊 但是就讲这两个 避免分裂 拒绝被盗 你如果保守的一呢 要避免分裂 你要拒绝被盗 阿们 好 那 那丢主持人 这样可以吗 好 你可以 大家知道 这样你可以 稍微有点失路 好 那这是第一种分法 第一种分法 阿们 那另外呢 还有一种分法 还有一种分法 好 这都是各样 用各样的智慧 对吧 用各样的智慧 好 那基督华工作 互活就在我们里面 好 首先我们看见生命纪 生命纪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训练 新生 阿们 好 那训练新生 怎么训练呢 怎么训练呢 第一 认识基督 阿们 整个 生命纪 导致我们内太的意义 就是这位基督 阿们 对不对 你知道阿们 一读到那些律法 那些贱命点章 你就哇 头都烫了 对不对 这种跳过去 你跳过去 就是把基督给跳过去了 对不对 第一 你要认识会基督 对不对 好 第二呢 第二呢 你要顺服神的行政 对不对 我们神 整本民宿 生命纪是讲神行政的意义 对不对 主自己也是 服在神的行政之下 对不对 我们说 所有信徒 也要服在神的行政之下 摩西 他也是在神的行政之下 在那里受对付 阿们 因为他在那里受对付 他也服在神的行政之下 就叫百姓了 就敬畏神了 阿们 这是一件 也叫百姓 就受成全了 好 这我们要顺服神的行政 这是一篇和二篇 好 那关于基督 关于基督这件事 第三篇和第四篇就是一组 对不对 因为基督是谁 基督就是那美帝 对不对 基督就是那个流奶与蜜 基督就是那个小麦 大麦 对不对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柳树 橄榄树 阿们 好了 那下一篇 那地的美好 宽物 对不对 这为什么一组呢 刚才 为基督跟我们讲出来的 食物 是为了享受 阿们 宽物是为什么 建造和征战 对不对 现在说是为了征战 征战才为大家建造 阿们 这样可以吗 你发现 所以我们不要说到了美帝 我只顾着吃喝 哈利路亚 他是我的享受 牛奶一命 我们在天吃喝饱足 我们干嘛干 要征战 要建造 阿们 好 这就是一组 所以你这样才记得 好 接下来五六篇是一组 第五篇 告之格承受应许之地 谁来说这篇兴许哪 承受应许 阿们 你怎么样能够 够资格 来承受你的地 所以他讲说 你要全心 全魂 一全心 是爱主 阿们 你要行他的道路 阿们 你要敬连于他 阿们 感谢主 叫我们够资格 来承受地 阿们 好吧 地给你承受了 接下来这是什么 你要去什么经营地 阿们 承受 是先祖给我们的 对不对 那完了以后呢 你要经营 阿们 你不能让他长啥草 是不是 你要有出产 你要有小卖大卖 小卖大卖不是自己跑出来的 你要去杀种 你要去劳苦 要把上好的十分之一 要献给神 阿们 并且那你经营完以后有个结果 那地就不再是平面的 阿们 就有电 阿们 就有城 阿们 你看是不是就立即起来了 阿们 阿们 所以 阿们 你们知道吗 好 一个是 成色地 阿们 一个是什么 心理地 阿们 那第七篇第八篇又是一组 好 第七篇 它最主要的根据就是 在一个圣经第十八章那里讲到说 阿们 要在你们弟兄中 兴起一位森严者像我 阿们 感谢主 好了 那这是预言 预言谁呢 预言这位基督 这位基督啊 就是真正 从神来的森严者 阿们 好了 作为这位森严者 他就把神给说出来 阿们 阿们 阿里路亚 阿们 他完全不说自己的话 对不对 神把那个话塞在他的口中 好 那第八篇 基督是受咒诅并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 说出他是 担当我们人所有的罪 阿们 那一次主要是二七章那样说 若有人犯了该死的罪 他就要被挖在这个木头上 阿们 因为他是受咒诅的罪 阿们 但公子妹 谁犯罪啊 是我们犯罪啊 阿们 我们受了这个律法的咒诅啊 阿们 阿们 但是他亲身担当了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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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我们受了这个律法的咒诅 阿们 他也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 阿们 阿们 可以看到吗 一个是什么 作为神言德 他说出神 阿们 好 作为他是那个受咒诅的那一位 他担当我 阿们 阿们 好 用准备 我们两两把这六篇 简单的 你要看一下好不好 阿们 谢谢 谢谢 阿们 阿们 好 阿们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大段 就是从啊 这个行政这一段 这条路发展下来的 好 Amen 在一的立场上 与神同享其都 Amen 讲到一的立场上 就很清楚的 Amen 就看见 神要以色列人一年三次 上耶路撒尔过去 要到神所立为他您的居所 Amen 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第十篇那里讲到说 要避免 那与我们所保守的 一相对的分裂 Amen 我们知道 在以色列当中 他们啊 这耶路撒尔 对不对 他分裂了以后 他就啊 另立了敬拜中心 是不是 在北方的戴 还有南方的 这个伯特利 就立了两个金牛状 明白 这就使那个一样分裂了 一分裂了 好 那以佛所说 实在还给我们看见 我们要竭力保守纳迷的一 是不是 也讲到说 我们要达到 那在信仰上 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 一是什么 一就是我们的信仰 Amen Amen 当我们信仰一样了 我们就一了 但是呢 假生严者 假使徒 就把一个被告东西啊 喊信来了 Amen Amen 这会叫我们失去一 Amen 好 所以这里呢 给我们看见 就这第九篇 是要保守人 Amen Amen 哈利路亚 Amen 全新北市道会 1月26号 有个新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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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要不要去 要 要去啊 告诉我这个时候 我搞小区 我们自己搞去相调 那是分裂的灵 Amen 当全党会有聚集的时候 我们大家去 Amen 我们一起去挂节 Amen 这会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好 但是第十篇 就是完全的相反 叫做你要会拒绝人 拒绝谁 拒绝那些吃早壶猎的人 Amen 拒绝啊 Amen 那些不传讲 神性乐经伦的人 Amen 传讲另一个教训的人 这些人 我们要拒绝 甚至你不能问他们 安哦 你不要说弟兄你好 你不要讲这句话 你会拒绝啊 摩一招 夜华天的一招 好辛苦啊 来过我们家的门 请坐请坐 我给你拒绝 热茶喝 Amen 不小心啊 分裂的东西就进到你里面 被盗的东西就进到你里面 你听在听他 你就怀疑 到底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 Amen Amen 这些人啊 我们这连不来都不可以 Amen 他这么绝啊 就是你 Amen 这会保守你 Amen 叫我们的一猛保守 你要学习会拒绝人 Amen Amen 好 那第十一篇 在神行政下 是照会生活的各面 当然这里就提到很多了 这两十七章内讲到说 做君王的 要为自己操误 这个律法书 Amen 要放在祭祀 放在哪里 众生众徒 Amen 感谢人家所谓的正确的王 就是要照着神的话来治理百姓 还有呢 你开店做生意的 不用两样不同的码码 不能用两种不同的标准 就是你也不能撒两种不同的种子 Amen 好了 这就是描绘在神行 照会生活的各面 那还有呢 就讲到 摩西三十章来讲说 我将生命和祝福 死亡和咒诅 生命和死亡 祝福和咒诅 破坏 生命在你面前 所以我们要解显生命 第十一篇是讲到 我们要有个正确的照会生活 正确的 正确的 好了 因为有这样正确的照会生活 我们就是一个蒙古的 所以 生命既然讲到说 我们都行这些事情 祝福就要追赶我们 Amen 但是我往后偏离啊 我们的历历 几百周期 我们随从外来往下 咒诅会追赶你啊 Amen 请问你要祝福追赶 追你还是要咒诅追你啊 咒诅追你啊 咒诅 当然是祝福 谁要咒诅追赶你的 Amen 哦 赞美主 然后我们就会成为 蒙古大人 Amen Amen 好了 那兄姊妹 整个民宿记 我觉得有三处经文啊 我要跟大家提醒 因为这次啊 塞斯啊 呃 看见这摩西啊 他深处的随带 Amen 我们请读四 四章四十节 Amen 我今日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要将他的律律和诫命 我们都要遵守 Amen Amen 好 那下面呢 十一章九节 Amen 运食 运食你们的运食 在耶和华 你们 列祖 启示要赐给他们 和他们后裔的地上 得以长久 那是 日子 留乃以兵之明 弟兄姊妹 我对这个得以长久 日子得以长久 很有感觉 Amen 弟兄姊妹 神给我们的地是美地 Amen 美地 Amen Amen 神把这个地赐给他们 就泡了他们 好好留在这个地上 Amen Amen 来享受 享受 基督的包罗万有 他一切的丰富 Amen 如果说你短命 你短命 你怎么 激励他这么丰富 他是过长高生的 Amen 是不是 你的时间就是机会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守他的诫命 好 所以 《生命记》三十一 三十章 十七十八节 我们再读Amen 倘若你心以天理 不肯 你愁闯 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 在你得唯业的地上 你们的日子 必不长久 必不长久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摩西讲完这段话 大家都说 都是说Amen 也都签了约 但我也知道 对到 约束俩纪完以后 就四十字 对不对 到四十字以后 他们都忘了谁是耶稣亚 甚至还忘了摩西 然后呢 他们就偏离了 偏离以后呢 仇敌就攻击他们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哀哭 哀哭以后呢 神就答应了 就欣起四十来拯救他们 好了 等他平安一段时间以后呢 没多久呢 他们又偏离了 又偏离以后呢 仇敌又来攻击他们 他们又在那里哀求 哀求以后 神又欣起四十 拯救他们 走过 七次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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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猎王期 有没有看见 猎王 北国以色列十九个王 南国犹大二十一个王 但是大部分都是坏王 Amen 他们并没有照着耶和华的律令和简章在那里治理 Amen 好了 结果呢 我们知道就是王国被他们的日子就不再长久了 Amen Amen 哈利路亚 我们要经历这些律令和简议 Amen 好使我们 好我们的子孙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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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我们要经历这些律令和简议 Amen 好使我们